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去办案吧 怎会怪罪啊 少主公是圣上的义子 圣上怎么能忍心呢 少主公 圣上没刺客属于令牌上的 让咱们想查谁就抄了他的家 大杀死封 那到底改了没有 等咱们还在战场 就知道打打杀杀 今日凯旋归来 圣上说功可抵过 但关于这军蟹啊 圣上的旨意是再缓缓 那咱们不再继续追查了 我何时说过补偿 偷换军蟹乃我心中多年盲词 缓不了 不是说再缓缓吗 那笨死你算了 少主公 到承阳侯府了 咱们回都城 尚未曾去拜见承阳侯 日前在外征战时就听闻 朝中已有些闲言碎语 不过是非议我不孝吧 他们编排我的罪状多了 不怕躲这一条 君姑可要爱惜身子 千万别弃出毛病来 此事远也怪我 没将舅父藏好 我远想着将舅父藏去庄子 总无人发现了吧 谁知这四娘子说死狠心 他既恨我和君姑曾罚过他 居然狠心报复 就是安闷得不好 看不着的东西 敢敢窝藏罪犯者论罪 当牵连同坐 若因此而连累了君姑 那才是真不孝 照你这么说 四娘子害得舅父被抓 不但无措 反还有功了 舅父贪莫军械 苗苗大一灭亲有何不同 地府若是不服啊 大口气衙门白吃一番 旭伯不要欺负 我是个内宅妇人 便拿衙门吓唬我 这官场上的道理我试不懂 却也知道一家人 打断骨头连着筋 岂能互相出卖 旭伯还是赶紧想法子 将人赎出来要紧 难道忍心看着君姑 如此年纪 还保长视情之痛吗 贪莫军械是由军法处置的 我哪有本事去除人哪 我不管 大郎 你一定想办法救你舅父出来 大郎 大郎 你现在心里只有你心腹一家人 你根本不心疼你舅父 也不心疼我这个当娘子 安 上次我让你拿两万钱 给你舅母娶心腹 你就是不肯 你心腹兄弟念书是多少钱 你连眼都不眨一下 你心腹的兄弟是兄弟 你阿蒙的兄弟就不是兄弟吗 这别家心腹 都是拿着娘家嫁妆补贴夫家 是我家四父 都拿着夫家的银钱 去倒贴娘家 那不是娶心腹 是纳戒续弊 年纪轻轻的 读书娶心腹才是正理 再说了 那些钱是原意陪我在战场上 出生入死换来的 他拥有何不可 本都是一家人 何分娘家夫家 我倒是不如弟父 算得如此地清楚 难道是嫌军姑 经常拿钱补贴娘家吗 军姑 绝无此意啊 你们一个个的都不是好东西 滚 都给我滚 续伯 四父 你们此次回来得匆忙 主屋尚未来得及收拾 搬出归还 我在后院同了几间屋子 让你们一大家子居住 也便于你们和睦 你让我们一大家子 住在偏方 便于 怎么便于啊 旭伯与四娘子 不是十余年未见了吗 那我这么安排 应该正好让你们亲近亲近不是吗 旧医地府的安排 傅贴梁 我偏住着主屋不扳 我看你奈活河 好 我们对不住 妙妙啊 你看她嘴唇白的 一点血丝都没有 也不知道她家中吃了多少果 雨军 联防来了 知道了 可是可曾为妙妙找医师看病 钟夫人说 小孩子烧几日便好了 一直不管不问的 这些年 我们时不时被送到乡下庄子 明明父母在挣钱挣命 女公子是半分也没有花着 非但声音少量 连生病了也无人照料 任我们自生自灭 那无缘无故 为何把妙妙送到乡下庄子 自生自灭 钟夫人嫁进成家十几年无子 便想着说让娘家十岁的侄子妖阁 前些日将妖阁带来府中生活 女公子也是好心 给了她一葫芦蜂蜜当名所 没想到葫芦一开 便引来了野风 野风遮得妖阁满头薄 钟夫人便让女公子去摸摸性子 正是滴水成冰的节气 便被丢到那庄子上 这葛氏 甚是歹毒 真敢让二弟修了它 装满风里的葫芦 是妖阁自己打开的 还是妙妙亲自打开的 是妖阁的公子打开的 十岁的孩童 自己连盖子都打不开 还要求妙妖离开 吃蜂蜜为何不到屋里去 偏要在花草满地的院子里吃 有些事要做 要做便做得妥当 免得落人话笔 将军 我方才找医师问过 妞妞此次晕倒 不是因为着了风寒 而是因为伤了脾胃 吃撑了 那是因为女公子饿狠了 平日里她们连一顿饱饭都不给 今儿是着急叫女公子带回来 才送了些吃食 女公子饿了几日 一时之间吃猛了它 但是怕吃了这一顿没有下一顿 不然何必这般呢 我们在外打仗 本想着妙妙在家里头吃喝不愁 谁知竟过得连流民都不如 行了 我知道了 你先退去吧 是 女君在女公子身边 已留下了知心照顾之日 可没想到还是让她隔世坑害了 如今既然我已经回来了 这些事定然不会再发生 天色不早了 将军 不是还要去探望二弟吗 我去探望二弟 都说病去如抽丝 女公子如今这般快乐身子 还不知道要将养多久 才能全孕 她竟然晕得倒是时候 刚好给我们油腾 挑出军姑理亏之处 我这阿摩倒是掩毒 怕也是看出我在装云 可对磕待我的人 为何又装瞎 还是女君想得周到 故意将归妻 说迟了半个月 他们来不及遮掩 真就露了马脚 这些人心中既狠女君 并牵怒于女公子 如此可待的 原来不是不知我在家中受罪 只是故意放人罢了 家主这般心疼女公子 应该是不会 再问事都顺着老夫人了吧 放心 你怎么会 对 将军若是妇人之人 朕前早死好几回了 将军 是个明理是非之人 这天下 哪有斗不过君姑的心腹 就是看夫婿 肯不肯帮手罢了 拿自己女儿来行裤绕 好让阿富与大墨离心 阿墨这法子是真够狠的 阿墨 我不忧心夫君 我只担心 自己撒手不管十几年 这朽木非 如今只能严加管教 费力气把槐树掰直了 不去管欺负我的 反倒琢磨着来管教我 可他不如靠近 看来还得我自己来 命你派人监视程家 可曾照办了 程家整日鸡飞狗跳 都是一些女眷之事 听说程老夫人生气 程四娘子出卖自己胞弟 要整治她 属下查了 这几日程府众人并无异样 除了程家二房夫人葛氏 属下核实过 当日左兰五等搜查的 便是二房仆妇李管妇 少主公 这是程府小厮送来的包袱 说是程家四娘子 给少主公的 难道想用银钱 贿赂少主公部长 怎么是一堆破烂啊 这程家人 可真是一个比一个孝顺 张主公 不出你所料 这不妆账簿果然有问题 是 董仓館在这家布庄 投下了八万钱 他俸禄嫡威 此前定是赃款无益 少主公还没扔着 这程四娘子捉弄人的破烂 这程四娘子送来这些 莫不是也想告知 咱们布庄之事 甘稻草 一指那日董仓館藏身草渡 而这岁部则点名不妆 当真有意思 这承四娘子绕了这么大圈子的阿雅民 莫不是想卖我们个好 这承四娘子 是想让咱们助她脱身吗 为何要助她 她怕是早就为自己 谋好后路吧 我不喝 你拿走吧 这是家主 央求宫中医官开的药 好生灵业呢 李公子你好歹喝一些 我病都好了 老二 为何还要喝这缺的玩意 这药不仅致病 还补生呢 李公子赶紧把药喝了 喝完就可以吃点心了 你替我喝 小人来了 进去 我儿子还不见好转啊 我儿子就要喝下 我儿子 sagen 您也这个很多人能吃 你随私私消灭我 说走 但你 bug 我儿子得 counsel 多一位 你 trabalho 姐姐姐 是 来来来 喝了吧 来 我儿子的落泪了 阿福 这药太苦了 不如往汤药里放些医汤 医官给开的药 只能随便往里加东西 所谓良药苦口 这病一日不遇 就得日日喝 你阿母说得也对 听家伍的 良药苦口 喝吧 妖妖怪 带你病好转些 阿福带你去骑马 看侦探后的灯灰 我家娘娘生得好看呢 万兄他们家的那帮小女娘啊 凑在一起 钻成一束喇叭花 也不如我家娘娘好看 将军 女孩子家整人夸美貌也何用 多些才学德性才重要 赶紧喝了吧 娘娘 喝吧 喝吧 我的天 军姑又闹了 赶紧去看看吧 我的天 别喝了 待会儿啊 阿福给你 往里面放鞋一趟 我的那个跑地呀 赶紧跑 好想要上场了 干吗呢 我可是活不了了 老兄 我不会这么管救老爷的 军姑 你可千万别想不开人 啥子 你就算死也不能现在死啊 你要是真死了 那你的妖地可就没人救了呀 我们董家是造了什么孽了 竟然比成家了 若是在院中搭一个戏台 大母一人就能顶个戏班 这 我这个我活不了了 我要跳紧啊 你们别拦着我 阿福上场了 我不活了 我跳紧了 我 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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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这样打架干吗 你这样把我推进去啊 我小小童就能够了 这个这个这个 你这又冒什么呀 阿姆 阿姆 君口小 你跳得进去吗 阿姆 你开心的数字 我跟大母 粗壮的双臂 那打上板 不当个将军 当真是可惜了 就算是掉下去 不砸出口心里来 一变就不错了 这间高下 我掉不进去呢 我 我 我那个 我就撞枪 我撞枪 我见你阿父亲 你 拽着我点 哎呀我撞枪啊 君姑 君姑你没事吧 你撞枪试试看看 有事没事 你拽着我哥 你拽我袖子干什么呀 我没想到您这么大劲啊 真想看我撞死啊 是不还瞧着咱们这儿呢 我的天 你说 老夫人演这一出 家主能性吗 阿父虽说是心地善良 不过也是身经百战 杀敌无数的大将军 总会被这种伎俩不通过关 太辛苦了 这些年一直在阿母身边 一朝一世 驾亲就输 与大母过招 不会说 孩儿不孝啊 我没本事救出救父啊 我太难了 太难了 巨伯这不是 为难军姑吗 这好歹是一家人 再难也得把董舅父先救出来啊 对啊 对啊 国家将军可是给军姑跪拜呢 地府还不赶紧闪开 也想接手此跪拜不成 你怎么受得了我家大郎一败 快躲开 躲开啊 干什么啊 干什么呀 想看我的笑话啊 我呀 之前就跟阿母说过了 救父这个人啊 手脚不干净啊 阿父不愧是大母亲儿子 也能跟真的似的 能劝也劝了 女公子啊 也不愧是家族的亲女儿呢 他怎么怎么会被得到呢 娘阿母啊 太可怜了 娘家几个兄弟 死的死 三的三 就剩你舅父这么一棵独苗了 要不是因为他日子过得苦 怎么会养成叛便宜的性子呢 要不 把咱们府中的银钱 全都搬到舅父下去得了 对对对 外甥啊 你其实救你救父呢 那就是救你阿母啊 我们是一家人分不开的嘛 不是不救 事实不能啊 那个林不宜 他就是个铁面炎王 若非孩儿 刚刚立下战功返回都城 他前几日 连我都敢一起逮了 我哪敢带去求他呀 你要这个黑心的数字啊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你救不去死吗 是啊 好 我现在就到御前告你的状 说你忤逆 我听说了 当今的圣上最崇尚孝道 官员被告忤逆 轻则罚钱挨仗 重则罢官免之 我看你怕也不怕 军哥 你可知忤逆是何等大罪 挨仗免之事小 若冲军杀头 军哥又当如何 还杀头 没人说呀 阿母执管去告好了 若因不肯听从母命去打点 为救护脱罪 此的不孝刑剧 就是告他圣上跟前 我也是不怕的 如今你大罗官了 你拿国事来压我呀 我从今天开始 我就不吃不喝 你说老夫人果真一心就死吗 我与你打赌如何 十天半月死不成 热闹看够了没 这哪儿看得够 好 如今不过是第一回合吧 妙妙见过阿母 女公子是不是受风了呀 许是刚才出来透气 被风给吹着了 阿母不必担心 既然身子不适 为何不在床上躺着呀 外面风大 还是回屋躺着吧 不要再处理了 知道了阿母 阿母 阿母 我还以为父母归来 世子能过得痛快些 如今看来 倒不如从前潇洒自在 可这母亲在野 总比叔母强的呀 宇军也是心疼你 一切都为了女公子好 不必骗我 反正也骗不着我 随着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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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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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伤害 我们的伤害 你们的伤害 回来 这个人好不识趣 少主公问他话 非要在少主公面前撒谎 我们少主公是一等一的聪明 怎看不出他的话呀 这不 赏了他病性 这这这这 就是拿把刀啊 从你的膝盖骨里捅进去 然后挖呀 挖呀 他真犯了 我幻想做 这算好的了 上次有个人嘴硬 你平出过灌签没 就是在你的眼睛上凿个洞 然后把签给灌进去 开门 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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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家宁 林家宁 饶命 董仓官 饶命啊 饶命啊 程将军已经恳请在下 秉公执法 现如今无论你在打什么算法 都已经落空了 我此生最痛恨人的撒谎 但凡遇到撒谎者 必厌之 杀之 如今葛氏布庄账本已在无数 你竟敢还说谎话 林家宁 我真是冤枉的 来人 大人 带他去吧 走 林家宁 你 我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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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什么都找啊 饶命啊 饶命啊 老妹妹 让我瞧瞧 让我瞧瞧 你怎么受成这样啊 老夫人 老夫人 我以为想我找你了 晚些啊 我就去找那林不仪 问清舅父的情况 也好让阿母消停些 毕竟舅父因鸟鸟举报入狱 只怕太会被阿母悲难 只怕太会被阿母悲难 夫君 也不是没有两全的法子 你可记得胡傲 谁 阿母当年那个 手把脚 外民兵活马乱的 若不是你家大郎救了我们 老夫可没命再见到你了 当日我被责人围住 刀啊 朝着我身上就劈了过来 幸而成效为带病冲过来 指尖用长矛拦住了病废的刀 真是险哪 成效为的兵器不如汉匪的金轨 长矛被砍断了 成效为没了趁手的兵器 她拼着一身伤 抢过对方的那兵长刀 这才护了我们一家老小的命啊 医生 医生在这儿 二儿啊 上哪儿了 把衣服脱了 阿母看看 别别别 胡婶子还在呢 没事 胡婶子什么都见过 快脱了 衣服上 阿母 大郎 大郎啊 阿母让你去打仗 是想让你立战功正经营 可没想让你去拿命换哪 大郎 美好了刀剑 孩儿只得拿命博了呗 我已经告知她了 想必可以令军国看清是神 分清是非 你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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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场上 刀剑就是将士的命啊 竟还有一些黑心干的东西 拿着一碰就散的假的兵器 托换成好的兵器拿出去卖 呸 你真是丧良心 老夫人 老夫人请请 好 她来得真好 请她进来吧 是 妹妹 你先下去歇息吧 谢老夫人 老夫人 舅母定是为舅父的事情来威纳阿母 都怪孩儿无能管制卑微 即便去求灵不移 她也未必肯放过舅父 不如我今日就顶了罪名 只说是董舅父牵手自盗 都是奉了孩儿的命 然后孩儿被杀头 换回了董舅父 咱们程家被抄家 换回了董家 太好了 这个主意可太好了 这个主意可真好啊 外甥是大官 便是犯过罪 皇上也会多加宽幼的 得多呀 不就是罚钱了事 阿子 我看不如就让外甥 去顶了此罪 你个独妇 你个独妇 性感想害我的孩儿啊 昨日 家中烟囱不出烟 我觉得不对劲 我就请示了老神仙 老神仙 竟说我程家必受侵卷欠离 而至家宅不明 老神仙的只是果然没错 我程家真的要亡在你手里呀 现在连二房的布庄都被查抄了 全是因为你们 你们家 一个个的都不是好东西 来人 把这毒妇给我推出去 谁敢把她放进来 我就砸断谁的腿 八子 是她自己说 闭嘴 是她自己说的好吗 这话是她自己讲的 这便是阿母 日日偏听偏信的结果 阿母被舅母这些人挑唆啊 认为他们才是好的亲的 而自家人呢 反倒被骗着欺着的 我愿意这些年 学历活力 拼着命地讨功劳 才有了我们城市 这样安稳的日子 难道这一切 都要被董舅父的罪锅 给丢卸掉吗 阿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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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 不要 老夫人在屋中坐了整整一日 说是不跪了庸山 阿母吃饭向来最为积极 不肯吃饭 怕是真的想通了 总算是消停了 多夸阿父将话 收到大母心坎里去了 大母再偏心 也不能拿城市 全组前城还九爷性命 食不言寝不语 父母亦逝 与你何干 这不是还没吃 什么 你大母不来吃饭 也有你的功劳 好好好 吃饭 吃饭 阿父 我突然好身不舒服 怕是脾胃还未腰好 娘娘像我 吃饭的时候听讯啊 胃脏痛 圣人都说 饮食不殉子 哪位圣人说的 我都说 娘娘 多吃鸡肉啊 前几日在庄子上 饿坏了吧 多谢阿父 脾胃不好就要少吃肉 空空正好酱氧 你能不能吃肉 就能吃肉 你还是要做肉 你做肉 你有没有吃肉 还都要吃肉 你还要吃肉 你也要吃肉 我之前没见儿了 看看儿可否变了模样 我知道母是担心儿 你是阿母 生的头一个孩儿 阿母怎么会不担心你呢 十几年 你通过机会来几片竹节 阿母以为你杀地立功有威风 哪知道过得这一半苦 我倒是想给阿母写信 可是阿母也不认字 我倒是不乐意 让葛氏拆读我给你写的信 那葛氏再不济 你不是也把人家的陪嫁 都拿去补替了萧嫁吗 她的嫁妆去哪儿了 我不是想 但我诚实顶天立地 我再不济 也不会把弟夫的嫁妆 养兴妇娘家呀 萧元依也是个二嫁妇 家败人亡 财产都抵卖光了 你还这么稀罕她 我就是稀罕 除了她 我谁都不相聚 儿啊 儿啊 阿母最疼你和三郎了 可是你们俩自从成了亲 都只顾念这心夫 有话都跟心夫说 再也不理我这个阿母了 这男儿成家历世 不就该如此吗 便是百年以后 阿母与阿父同葬 儿子们也得跟心夫同婶 算吧 总不能咱们娘仨买一块嘛 我明白了 阿母是羡慕我们俩成伤成对 我 我羡慕你们 阿父过世得早 阿母甚是寂寞而已 葬葬 阿母有没有看顺眼的人啊 若是有改嫁何妨啊 你 我们做晚辈的绝不阻拦 你 这难道什么呀 我何时说想嫁人呢 你这儿子 阿母不亦害羞 阿母为成家操劳 孩子们都看得眼里 阿母若是要改嫁 儿子和弟弟们绝无二话 阿母若是生出新弟弟妹妹 儿子 必视他如同父手足 我 好 好啊 若是你先走了 我一定给你的心夫 找一好人家嫁出去 到时候再生一群新孩儿 那不怕 我们原意不是那种 见一次谦的人 你给我 滚你 你个 你还不孝子 我今天非得打死你 你给我 滚你 你个 小子 你咋 我 求阿父给大母弃 到底还是让阿母弃高于成啊 让夫君为自己而战 何必自己在大王面前 正样无爪 你的意思是说 这些都是我的算计 身为女娘 背后偷听闲话不说 还恶意揣夺长辈 实在不像话 把手伸出来 阿母 子 您是很好的 尤其是 我现在的事不仙人 她们已经遭受了 你自己在大王面前 你自己在大王面前 你自己就说 你自己去 摩托 你自己在大王面前 我真的想去 从未去广告 万事皆由长辈做主 你就好好在家中 习书即可 阿姆是带着尺子 上面来招呼做主的 女公子误会女君了 女君带尺子来 并非为了打你 女君是心疼你的 只不过是在气头上 轻松再去劝劝她 女公子 别难过了 有我好难过的 我又不在乎 阿姆如何看我 母子子孝这种花本子 本就不属于我 既不曾拥有 自不会因为失去 我又不在乎 还是感到难过 你这是怎么了 莫非让君姑给打了 阿姆啊 仰红你我恩爱 我好心劝她改嫁 她还宠发火 你说什么 你劝君姑再嫁 有错吗 我看她近日火气太大 怕是阴阳失调 君姑打得对 我这应该再给你 打个对秤的 当初 我觉得儿郎能入室 教养不好 小则败家 大则牵连群足 女娘哪怕刁蛮些 我们总能护得住她 况且战场刀剑无言 也不想她随着我们受罪 可我没想到 娘娘这惹失的本领 半点都不输儿郎 我真后悔 将孩子留给了葛氏 进学了她一生的毛病 停墙角 施把戏 看长辈的笑话 这哪一点 是有教养女娘的习信 夫人少安勿躁 萧萧胡啊 既然葛氏没交好 咱们慢慢交便是了嘛 慢 这可慢不来 我若不交好 难道等她夫家去交 你再看看这个 这是何物啊 昨日 家中烟囱不出烟 我觉得不对劲 不就请示了老神仙 这是你家鸟鸟啊 偷偷地将烟囱改的道 装神弄鬼地吓唬军棍 她就是瞧准了军工迷信 故意使坏 我说呢 最近烟囱怎么坏了 咱家鸟鸟还真是聪明 这些都懂 你还护着她 若她是我手下的兵士啊 我直接给她拖出去 去打一顿军棍了 我瞧着鸟鸟的几身衣裳 都不合身 你去我屋里把尺子拿来 梁厚 然后再给她定几套 更合体的 我知道夫人你是想弥补 我想赶紧把她交好 但养兵还去千日啊 咱们才回来几天哪 当年 我已经做错了一次选择 才使得鸟鸟 变成了今日这般 我不能一错再错 放纵她 挥晤了她终身的 这孩子我得管 你奔小了 我真的给你 那你哀啥 我太子 风烟吧 霜雪角落 轻拂过 往日尘刻 你背着挂 某种有星河 我哼着歌 日月一抹 陌入眉心的灿烂 悲成白星也有染 夏天昏了河边 为谁而好 沧海 醒过来 多少杯里四山脉 浪灯下 又为此 宅门已关不住心怀 烧平和云南 作弹自知点未来 爹我将会同在 一片星海 一支撑 山脉平凡 山脉平凡 岂脉平凡 炮剥 马葫